曼次剪切实验机 我们看一下哈 这上面这个是电机 然后中间是减速器 左面一个实验杯 右面一个实验杯 我们要打开这个上杆的话 使用这个圆形搬手 打开这个油杯上杆 用这个长搬手 逆时针旋转 给它松一下 然后用插扳手把这两个固定螺丝都松掉 取下来之后 把杆拧开 他这块是螺丝了 这就打开了 然后我们装一样品也是 把它再装回来 那我们往上安装出来 他这块有一个插枪方向 跟这个插枪定上 这推啊 它还调整到一个的高度 给它按上去 然后把这两个螺丝缩紧 最后啊 拿这个圆扳手 把这个 紧上 用手敲 得用手敲一敲 要不容易露油 那个 我们看一下通电 通电哈 咱先看一下这个地方吧 这个地方有一个传染器啊 这是霍尔传染器啊 它经过电磁铁 计算这个转输的 它每一圈 它就 把这个数量寄一次 寄一次啊 就是 就传到我们这个系统里啊 它就是这个汤姆寄输 是这个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系统啊 最上面这个是实验时间 这边 这是当前温度 这就是我们仪器的温度 这个是次数 设定次数 这可以更改的 比如说要十万次的话 也可以的 现在是一万 再加一个 这就十万 这个这个是上次实验 的输入 你也可以把它清零 上次实验没做完的话 也可以清零 清零的话 我们就给开始了 现在就开始从头开始做了 那我们半道如果想调整一下这个油杯啥玩意儿啊 还是这个次数想保留的话 就用这个 先暂停 暂停啊 比如说 操作完之后 可以继续 继续按这个 如果实验 我们想停止的话 点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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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t 一下 咱们看一下自动停止啊 我现在设个十次的 那他这个 每次啊 他都 这个 他们都会有信号 到十次 他会自动停止 自动停止之后啊 他会有一个这个提示的 这就是实验做完了 这还有个设置 设置可以改变一下系统语言和 这个环境温度修正